云林斗六市后火车站一出路口 19号晚间路面突然冒出了不明白色臭气跟烟雾 路面高温还超过了60度 云林县府公务处货报之后到场勘查 天然气公司来查证 发现也不是天然气管线出问题 后来经过多个单位抽丝剥茧之下 研判是台电相含漏电蓄热所导致 公务处也紧急断电开挖抢销 工人拿着工具 试镜的要敲开手孔盖 结果才一打开 里头白烟立刻从缝隙窜了出来 周围其他人不敢大意 就怕发生爆炸紧急戒备 同时拿来红外线温度计一侧 这温度秀腾腾 外首玉伯伯把手孔盖给吊起来 瞬间场景简直像是都市版的野兮温泉 白烟没停还不断狂冒 台电紧急断电 幸福公务处 环保局 消防局和天然气公司都到场 使用专业仪器检测 怪的事都没有任何异常反应 我的车放在那儿 我就坐在旁边 我看到水滴下去 我的车在清晨 也还拿水去倒下 发生在19号晚间民众通报 雨林斗六市后火车站的柏油路面产生高温 还不断冒出不明白烟伴随臭味 经过调查 白烟可能是玉林在高温入灭所导致 臭味则是薄油预热的味道 环保局说原因跟台电有关系 目前现场已经围起 黄色封锁线管制 交由台电进行状况排除抢修 暂时没有危险之余 借郭正义云林 葬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